作词 李宗盛 请先开讲义第二页 讲义第二页 道述第五行 从中间看起 我们先将经文念一段 对对地方 世间人民 父子兄弟 夫妇亲手 当相敬爱 无相珍惜 有无相同 无得贪惜 颜色长河 莫相伟逆 何时新增 有所慧怒 何时转据 至臣大怨 世间之四 更像患害 虽不灵时 印及相破 到这个地方 是一段 世尊 在这些经文当中 是很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的 那么有哪些是故事 会给我们带来的忧患 如果我们明白了 我们在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自然就会谨慎 避免无疑 这个样子 才能够历苦得落 这第二段 这第二段 开头啊 是佛劝明我们 应当要和 要尽 人与人相处 人与人的缘分 是非常的难得 父子兄弟夫妇亲属 都是多生多结的缘分 缘分里面 常言说得好 有善云 有恶云 那个善云 自自然然 就知道何尽 所谓孝子 先孙 这是报恩来的 如果是报月来的 过去僧中的冤家债主 遇到了 他来了 那么这个里面 有讨债 有还债 有报月 于是这一家 像现在所谓是 家庭问题 就很多 就非常复杂了 尤其是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人与人的关系 总不外乎 这四种缘分 缘分虽然很多 很复杂 归纳起来 不外乎 这个四大类 就是报恩的 报恩的 就是冤仇 深深世世 要相害的 这是讨债 还债 总不外乎 这个四大类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如果没有这四类的 业缘 就是对面相逢 也不相识 可见的 凡是相识 总免不了 这四种缘分 就是缘分 多于寡的 成分而已 那么不觉悟的人 这是恩怨惆怅 这个人生 就这么回事情 真正觉悟呢 那就好办了 觉悟啊 他从这些关系 能够把它调整 使这些关系 更完美 更能向上升华 那这就是 非常的稀有而难得了 调和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教育 所以中国古人呢 重视教育 所调少臣若天性 小时候培养他 他长大了 就好像是天性的一样 中国古古时候所讲的教育 跟现代这个社会教育 不一样 古人所说的教育 就是调整这些关系 你们有恩吗 希望恩惠呀 欲接欲深 你们是有愿吗 希望这个愿能化起 用接恩惠呀 这个方式 把这个愿化起 中国古人教育的目的 在此地 这是现代人 没得观念 换一句话说 就是教我们怎样做人 教育的目的是 教我们怎样做人 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父子的关系 兄弟的关系 夫妇的关系 亲属的关系 这个里面就是朋友 君臣这些关系 我们明白这些关系 就知道自己 在这个社会上 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方式 除世待人酒 总有一些差距 大致上也不离开 这个原则 这就是人伦道德 是教这些东西 教人了解人 与天地的关系 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关系 是我们明白这些 教育的最高的目的 是希望我们在社会上 能成为贤人 圣人 儒家教学 也有像现在讲的 这三个学位一样 圣人 行人 君子 正如同佛法里面 我们所讲的佛 菩萨 阿罗汉 真正希望人 能够超凡入圣 教育的目的 在此地 不是叫我们 舍着去做大官 那么这是中国自古以来 这个教育的理想 教育的方针 跟佛教育非常接近 当相敬爱 人与人要互尽 要互安 无相正绩 这个正是正恨 怨恨 即是嫉妒 这个不可以的 这个正绩 就是成独 三独里面的成独 万万不苦 有无相通 无得贪心 有无是讲的物质生活 你有缺乏的 我有多余的 我可以帮助你 互通用 使每一个人 物质生活 都能够过得去 都能够过一个 安定的生活 不可以贪 不可以吝啬 这个习就是吝啬 自己有的 舍不得给别人 这个不可以 因此常合 莫相为你 那么这是在往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存心 我们处世代人的态度 严是严语 色是绒色 要柔和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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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逆 当然 这一切众生 没有成福 没有成圣 既没有成为佛圣 他对烦恼 他对烦恼 没有断 习气 没有消除 每个人 由他自己的成见 也就是 由他自己的 一些想法 看法 这里面 自然就与别人 冲突 这些冲突 我们要知道 去调和 不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争执 去争执 就错了 应当怎样呢 要从意中求同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看法里面 去找那个共同点 或者找那个比较接近的点 从这个地方 才能够解决问题 才能够让大家都得到幸福 和 如跟佛 都非常重视 能与里面 空腹自舍 礼仪之应 何为贵 礼仪 就是一般大众的生活规范 而他的精神呢 就是求和 大众能够和睦相处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圣贤人的心呢 实在讲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这些 古代的帝王 古代的帝王 得到政权之后 他确确实实 是想这个政权呢 能够永远保有 永远保有啊 一定要得人心的 不得人心呢 就不能长久啊 所以我们都历史 看看古代的这些帝王 实在讲都非常聪明 有真实的智慧 否则的话 他这个王位 怎么能够传几百年 怎么能够传 十几二十代 这贪货容易啊 这一定靠高度的智慧 高度的善求啊 承诚恳恳恳恳去做 小心谨慎 才能保住这个王位 历久不衰 我们同学 我想也有不少 到大陆去参观旅游 到大陆去观光 北京的故宫一定是一个重点 看看从前帝王 同志居住的这个地方 我们走进皇宫 看到三个最伟大的建筑 有三座大殿 世俗人称为金卵殿 皇帝的金卵殿 其实这个大殿上的秉额 不是写的金卵殿 而写的是太和殿 太和 太和后面的一个大殿 叫中和殿 中和殿后面一个大殿 最后的一个大殿 叫宝和殿 太和 中和 宝和 这个名称 都出自于义金 我们看到这个匾额 就下得 古时候这个帝王 用什么来统治天下 用何 日本的文化 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古时候的日本人 也非常聪明 把这个盒子拿去之后 他们当宝贝 所以他那个民族 叫大和 这都是中国文化 日本人今天能这样的强盛 你要问为什么 就是他做到了这个盒子 内部纵然不合 他对外他好 他能团结一致 这就是他厉害的所在 这就是他不败的所在 如果当年 这个清朝末年 还能够守住祖宗的家法 每个人都能够和睦相处 恐怕今天还是大清地固 可惜满清晚年 他们的家不合了 这个家族不合了 朝野不合了 所以 家破过往啊 你想 好多重要啊 我们俗话常讲 家和万事行啊 你看这个家庭 有没有前途 有没有希望 你看他一家人合不合 这一家人 如果是和睦 和作 欢喜相处 这个家庭一定兴亡 你看一个团体 看一个国家 也从这上看 你就看他 内外上下 合不合 合进就非常重要了 那么要不合呢 就起怨恨了 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了 合适心真 这个心里面 有间接不同 想法看法不同 就有真论了 有所会怒啊 会 是有怨恨 没有表现 在外面 心里面就有怨恨 怒啊 是表现在面孔上 这个颜色 就很不好看 后世转据 支撑大怨 不要看眼前 有一点小的冲突 小的意境 是在讲 小意境 小冲突 容易化解 这个时候 如果要是 没有留意到 让这个冲突的层面扩大 怨恨再加深 以后化解就难了 就不容易了 所以 那个 有智慧的人 他观察力 非常的敏锐 看到大众 稍稍有一点情节了 就要想办法来调解 小意 道义 这是根本化解的方法了 让他明白道义 他就能够 学习自己的成绩 能够顾及到 大众的利益 他就可以 牺牲自己的利益 顾全大众的利益 否则的话 这个小怨 极小怨就成大怨 康生凯本子 这一句里 他还有两句说 今世恨意 未相正极 后世转据 只成大怨 这是我们 对这个意思 就更清楚 更明白了 我们知道了 这个事实 在这一生当中 与人相处 我们时时刻刻 要记住 不跟人借冤仇 跟人借冤仇 对我们自己来说 伤害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 应当忍的时候 要忍耐 应当让步的时候 要让一步 自己吃一点亏 吃亏的人 不会有损失 古德常讲 吃亏是福 要懂得这个 甚深的道理 啃吃亏 啃忍耀 福在其中 这样的 我们不会有这些的 跟人借的有一些怨仇 这个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世间之思 更像换害 虽不灵时 应急想破 如果我们很冷静 仔细地去观察 你就会等你 然后你就会对佛所说的 佛所说的 佛所说的佛所说的 佛所说的佛对佛的无体 Familie sogenan의 佛所说的佛所说的佛的 piece you TS 哎 惆怅啊 有些经论里面讲的 人生呢 人生是愁业 过去生中造的业 造的善业 你这一生得上过 造的我业 你这一生受我报 换一句话说 就是因果报应了 这个人世间就这么回事 因果报应 这是佛为我们说出了四十的真相 所以这因果里面有善因善苦 有恶因恶报 这里面错综复杂 所以更想换害 那就是说 这个亲呢 会变成怨 怨恨呢 都是从亲情生的 这个我们不必看过去 就看心情 情爱欲生 到后来变成了 冤愁死害 我们看到的 是果上的思想 而那个因呢 真的是错综复杂 有精神的 有切实的 因此 佛教给我们 要看破 应急想破 就是要看破 唯有看破 才能放下 唯有放下 才能得清凉自在 才能够跳出这个圈套 否则的话 永远没有办法摆脱 这个牢笼 牢笼就是六道轮回 所以在这个里面 孕孕相报 没有啊 没了啊 更像缓缓 缓缓 再看底下经文 人在暗欲之中 人在暗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这时 佛为我们说出了四十的真相 爱余 是生死的根本 古人说 爱不重不生所谱 也就是实 爱不重啊 爱欲不重啊 你就决定不会再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呢 爱欲来的 念不依不生净土 我们念佛 念佛 念佛 一定要念到 一心不乱了 这才能生净土 一心不乱 有很多标准 最低的标准 禁宗里面常讲的功夫成品 最低要念到这个标准 什么叫功夫成品 你从心不从口啊 我们在十六观经里面看到 《观无量寿佛经》 这个第十六观 《下评》《下森章》里面 这是一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人 临终遇到善知识 善知识劝他念佛 他没有办法念 没法子念这个时候呢 就交给他称佛名号 那么由此可知 念佛跟称佛名号 是那种事情 称佛名号是口里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样念出来 这叫称名 这叫称名 念呢 念是 心上真真有佛 这可想念 我们常讲 挂念啊 这个心里挂念 心里面真有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其他的挂念 通通通没有了 那就叫称佛 不一定在口里 如果心里头没有佛 口里头念佛 这一天就念上十万声 古人也说 寒破喉咙也枉然 那可没有用处 那可没有用处 一定要心上有 所以念这个字是精心的 现在的心呢 心上真有佛 这叫念佛 大师之菩萨教过 一佛念佛 心前当来必定见佛 亦是想啊 常常想佛 想佛什么呢 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记载的 想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最初的发心 想他的修行经过 想他 想他 法愿建立西方净土 借引社方念佛人往生 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 我们常想这些 不要去想世间的这些拉拉扎扎的事情 更不应当想这些人与人之间恩恩怨怨的事情 那就更不可以想了 常常想西方世界一阵状怨 常想这些 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这叫念佛 这个人的心是佛心的 这个人的愿是佛愿的 心愿跟佛相同 他将来一定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说必定见佛 所以说必定见佛 这个是于佛感应道教 于佛相应 可是凡夫 他想的是 是非人物 他想这些 德施恩怨 你是这个东西麻烦吗 哪个人对他过不去 他一生一世都忘不了 这些话 永远记在心上 这个记在心上就是念 他念这些 这个念力坚固 这一生不能报复 来生来世遇他了 他还得抱怨 还要报复 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 迷惑颠倒啊 那个根 就是爱 所以佛在此地啊 告诉我们 人在爱欲之中 说独生独死 独来独去 你怎么到这个世界来的呢 是你过去生中造的一业 业力牵引着你来投生 你自己做不了主宰啊 你被业力所转啊 你被业力所转啊 父母是月的 夜是阴的 遇到父母这个月你来了 来到这个世界 当然 父母这个缘也不是偶然的 前生前世 或者是多生多世之前 与你父母一定有恩怨债务这些关系 所以是讨债还债 抱恩抱怨 总有这些关系而来的 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要晓得 确确实实是独生独死 来的时候没人陪伴你 死了之后走的时候 一样也带不去 也没人陪神 古时候的帝王 想尽量方法 想尽量方法 以为死了还能够带去很多人 很多的财物 到这个阴曹地府去受用 那个想都是妄想 都是一场空 秦始皇的坟墓被人挖掘出来 你们看到那个兵马戎 那样的壮观 他带去没有 一个也没有带去 独来独去 佛说得好啊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 能带得去的夜 夜是什么呢 夜就是那个念头 你心里面想的那个善悟的念头 恩怨的念头 这个东西带去了 念头能够带得去 那我们这个念天天念佛 我们带去的是佛 这才殊胜啊